他是刘伯温唯一看走眼的人 朝回过后 朱元璋询问刘伯温 你对胡文庸这个人如何评价 这人厚道 胡文庸厚道吗 当然不厚道 至少对刘伯温不是很厚道 但这人厉害就厉害在 表现得让所有人都觉得他厚道 坑死小民王事件后 朱元璋有意压抑了他这么久 可他呢 用瓶颈如水波澜不惊 骗过了所有人 特别是在无官无职的情况下 还积极参与工作 就凭这一点 他等来了进入核心圈的机会 可如何使用这样一个富有野心的能人呢 朱老板展示了他高超的育人之术 当胡文庸诚惶惶惶惶的出现在面前时 朱老板表现出的是一如既往的冷淡 君臣之间的开场 自然绕不过万恶之源的小民王事件 杀小民王确实是咱的意思 但是让大虎引罪自尽 就不是咱的意思了 那是你暗中揣摩咱的心思 逼着大虎这么干的 对不 这锅胡文庸敢不背吗 这朱老板也够狡猾的 当初指使胡文庸坑杀小民王时 一句明白话都没有 纯粹靠胡文庸脑补 所以呢 大虎之死究竟是谁的责任 还不是你朱老板想说成啥就是啥 你呀 是个能臣 但有时候能的就是太过头了 如果你时常揣摩皇上的心思 甚至把自己当作是皇上的知心人 善行生杀 久而久之 你岂不把自个儿的心思当成皇上的心思了 到时候究竟你是皇上 还是我是皇上啊 朱老板说起这话也不脸红 要说揣摩心思 这恐怕不只是人家胡文庸的毛病 那是你朱老板的看家本领啊 反正照这逻辑 缺点毛病这玩意就像大便 看到自己的大便觉得还好 看到别人的就受不了了 胡文庸还能说啥呢 磕头认罪呗 可就在胡文庸已经不报希望时 朱元璋真正的套路就来了 他拿起了胡文庸制定的经济前景规划 被朱老板这么一击啊 胡文庸瞬间支愣起来 眼神中再也藏不住惊喜 哎呀老板你好讨厌哦 把我害得这么苦 原来你是爱我的呀 可朱老板的推拉摇移啊 还在继续 这趟过山车下来 胡文庸都被晃晕了 别说了别说了 我是你的 你现在让我死 我眼皮子都不炸大 这位李善长的跟班呀 终于冲回了中书省 升任中书省参政 兼护部侍郎郑三匹 而与此同时呢 刘伯威埋在扬州的另一颗棋子 也在巧然崛起 当这两位新锐在政坛相遇时 将会掀起一场巨大的争斗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一波关注 点赞评论转发 你的支持 事故到持久的动力